目前的下路应该是常规对线的 常规对线 把乌鸦给到上路去打 那这样的选择 SKT分路就会很占便宜了 下路有手长的英雄 有侠去打 对 极限能力也不弱 中路有推线的一个优势 上中野三个人也有非常强的对抗性 对的 乌鸦打诺手其实是有一定的优势 等他出来一件装备了以后 他打诺手就是比较占便宜的 SKT这个5号位的Counter其实是做得非常好 做得非常 他让自己的一个阵容变得更好打 就是三条线的一个对线其实都是非常舒服的 但是乌鸦这步的二级要来了 这一波的一个二级干扣开扫描 对方是没有差点的 但是应该是要等乌鸦升到二级才比较好动手吧 一级的乌鸦伤害不是特别够的 应该要等乌鸦的E 因为乌鸦上有把E交了 这个位置过来Q也交完了 乌鸦的勇复行拉了个闪现 但这边还要上去 有机会 红buff连住伤害差一点 还是差一点 就是乌鸦二级应该是稳杀的 这个兵线感觉不太很好 不太是想动先手的 这边打一套消耗之后 落手的血线已经很低了 情统一过去 朱妹直接转过来 但是对方是要杀你的一个落手的 伤害不太够啊 这边朱妹是帮忙挡伤害 他让乌鸦的伤害打不到落手身上 没错 而且不容易 这一波是主动要动这个风龙 因为他是觉得这个时候的下班去作战能力 自己占很大便宜 而且铁蓝是需要这个龙的 这波刚好青岡也回家了 抓了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这样龙可能要被Mashi直接控掉了 SGD应该是看到了也来不及阻止 这一波得快点跑 不然这一波龙团是肯定打不过的 可以接受的 一条风龙 中路想动一下 草风闪现漂亮 这位置因为有提前视野的预警 所以Mashi的闪现没有去摊 很果断 他是眼位看到了青岡野位置 直接是闪现躲 对 这边有视野 反应手还要打Faker 这波是没闪的 但是Faker身上还是比较肉 TP下来了 叫TP 后续还是被Cross拿下了一只衣血 中路是想动一下的 这一波左翼是没闪 定住大招盖住 后续加利要跟上 但是W 被这个金身给躲了 这一波想跑 但是对方的一个人全部赶过来 这个时候 万事难道战场 一个大招 倒过拉一下伤害差一点点 没有受到这个残血的左翼 这个控制链是让牛头 完全没有发挥出来啊 上路对面三跌很难受啊 拉回来 但是乌鸦 可以一直对你 直接是B闪下来 一只拉到了 打下了 哇 很果断 意义到的一瞬间 我们就知道 这个人头是刀 是同时下半区 苗鸦也是找到机会 要散开的 扎掉大招 弱扎篮 这一波是有机会反打的 啥这边倒过拉住三个人 输出非常够 三个残血流都敲起来 但是后续自己应该不太好跑 卖掉自己之后 这一波新刚已还有大招 追到铁蓝身上 铁蓝也跑不掉了 人头想让想让 差一点让出事 最后的战术横扫 收掉这个人头 正面的传送下来还在追 没有再收获人头了 这波SKD全线是完成了一波 零三换 零换三 我觉得火炮都还可以 这一波SKD是想主动打吗 若是在把对方往下半去逼 而且有一个乌鸦的一个包夹 看看这边 乌鸦直接开大招 那边猪妹先手 乌鸦这边加料大招落过来 乌鸦大招还非常足 这个位置后续的输出不太好 跟上 若进场开了四个人 后续的话 金刚已经定住猪妹 猪妹跑不掉了 而且那个铁蓝 可能要被卖 铁蓝手里还有一个闪 没有急着交技能 反手是自己的一个 落手也被打出了闪线 那这样SKD可以顺势 把龙趋势也给抢掉 这个火龙应该是有了 SKD这绝大还是比较舒服 这一波要动布兰克 输出够不够 雪亮直接过满 冲强了 冲强了 若这边要解围 加料大招落下来 布兰克没死 而且反手 霞进场这个输出完结还不错 这边的话是反手 是让菲克尔收获了双伤 又是开传自己 两个开团的人阵亡了 这伤害跟得太慢了 感觉要掉大龙了 这波 输出不够啊 实际上掉大龙了 SKD选择直接打龙 那么是这边 剩下三个人过来做干扰 看一下能不能阻止 SKD拿龙 但是有一个满状态的乌鸦 而且这个乌鸦还有大招啊 这边乌鸦直接开大招 把对方隔开 但是自己的一个位置 其实有点危险 闪现躲掉左翼这一炮 大龙的血线已经非常低了 SKD要强打大龙 非常过去 长风闪现就有跟过来 要出来打团了吗 这边的一个落手 在人群中直接被秒掉 而且这个后续的一个铁篮 也跑不掉啊 金山只能等死了 那没办法 SKD虽然说大龙没来下 但是又再收获两个人头 SKD是正面 其实SKD在偷了 在偷大龙 而且速度很快啊 有河蜥 他们是用位移技能越过了 这个Machi这个河蜥 玩了个灯下 Machi是并不知道 应该搬是包扎果实下来的 这样直接是把大龙Rash掉了 加快节奏 加快节奏 Maker这边 也是准备停机回来 在这边绕过去向刘Faker 最后一秒钟 Faker开起来了 上路同行时间开起来 洛进场 直接要反打 Faker这边TP正面的一个B线 直接是大招要弱过来 这是乌鸦气过来的 后续多啊 伤害不是一个档子啊 洛手想去换掉布兰克 一个斧子斩过去 是换掉了 但是自己也死了 自己被盗钩拉掉 最后上下中野 Faker这边还是有闪现的 长不闪现 拉住之后 配合上侠格让的伤害 那这样可能要一波 配合上乌鸦格让的伤害 收掉了一个Clush的 猪妹是亲不掉 兵线的超级兵线 有大龙Buff加持的小兵 那SKD是可以顺势 直接一波掉的 三十五分钟 SKD还是凭借着自己在BP上选到了一套更有针对性的阵容 以及更出色的中心游戏理解和运营 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恭喜SKD